华硕的这个呢其实它也是雷同 都是类似的 但是呢它的那个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范本比较多 您看到这边有一个 在这里 有一个微电影 这个这个就是华硕的 所以您看到那个图应该 如果您想要装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 好一样的 你第一次的话 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允许它使用 您看这边 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做 一个是直接电影的主题 或是你直接做什么相片的 那我就先从这个电影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 请你先挑一挑你要的照片 好挑好的我现在挑了十二张 我就下一步 也没有发现下面就什么风什么风了 然后大家就完工了 我看一下给你看一下上面 现在是这个 红趣的 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专业的那个会死 就是比较如果你不够专业的 会失业的吧 因为现在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有没有这边都一样的功能 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 其实基本上现在APP操作都很简单 重点在什么 哪一个比较好用啊 对不对 那它这边呢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的 它这里 一样可以下载更多 你它随时都就是一段时间就有推出新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已经过时了 我都老是用那几个 你就可以换一下 反正就是有这么多好玩的啦 好 这里 你看你要比较浪漫一点的 他们现在大部分这些会有 就是所谓的盈利的部分 通常都是会有 部分啦 有部分就是会有一部分的那个 就是他觉得 比较值得的 就是另外 额外购买那个所谓的 主题包 主题包搭配 好 这样大家看过反正最后就是直接 分享 就这样而已 好 那您看过这些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里 其实 像这里还有什么 VUE啦 网路上也有人在推荐啦 还有 我看到网路上也不少人用有一个叫做小影 也有人在用 但是那免费的就是会有logo 跟我们刚刚这两个推荐不一样 这两个 比较慷慨一点 不会 帮你加太多东西的 所以 其实还不错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用威力导演也可以 如果他免费的 就是 一样会有一个那个小的logo 就是敷水印在上面 不会啦 好像是199而已 就跟我们一般桌上景比起来是相对比较便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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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